Zither Harp 据新华社报道,伊朗总统鲁哈尼14日表示,美国一挂敌势伊朗,现在更是妄想通过制裁来围困伊朗。 这伊陀谋注定失败,鲁哈尼当天在德黑兰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,过去40年来,美国对伊朗不断实施阴谋,极脚乱地区高稳定的行径不得人心。 鲁哈尼说,伊朗与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和平,共同发展,伊朗人民将团结一心,绝不会让美国打压伊朗的阴谋得逞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并重启因伊核问题全面协议,而豁免的对伊制裁,在美伊新一轮的国语中,无庸置疑的一点是,这次冲突由美国调起,并且来久不善。 此前,美伊之间的主要矛盾,集中在核问题上,到奥巴马政府时期,美国与伊朗和中俄英法德共同签署了伊核协议,通过和平途径基本解决了伊核问题。 伊朗也承诺放弃研发核武器的努力,但特朗普上台后,美国无视国际社会强烈反对,无端次回合协议,随后又追加制裁,欲禁止伊朗石油出口。 越前,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,在国会听政会上,更是口出狂言,称如果俄罗斯,中国和欧盟不顾华盛顿的要求,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,那么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。 从中,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,完全无视国际规则和秩序,任性妄碍,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不轨图谋,中俄英法德空前团结一致,站在了一起,发表联合声明,要确保伊朗的兼容正常和石油出口。 但考虑到美国的强大影响力,一些欧洲企业已经明确表示,要撤出伊朗业务,以免被美国制裁。 因此,美国的所作所为,对伊朗政治经济的冲击,将会比预料中来得更加猛烈。 不过,这次伊朗有任何优势,加之伊朗本身实力不弱。 此前曾表示,如果美国禁止伊朗石油出口,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阻断所有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出口,美国对此次回应称,会保持海上畅通。 言外之意很明显,伊朗的封锁企图,会被美国武力干涉。 石油出口对于伊朗经济非常重要,甚至占到七百会出口的八成以上,因此,伊朗不会轻易妥协。 美国这次对伊朗痛下杀手,与美国自身的利益密不可分。 据专业机构预测,美国的石油产量将破历史记录,达到了一千一百八十万桶。 因此,打击伊朗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目的,在于为自身石油找市场。 无论如何,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所作所为,都极大的损耗了美国的信誉,也破坏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。 对于美国的咄咄逼人,伊朗方面如今还保持着相对的温和,没有重启核武器研发。 但不出所料的话,伊朗最终可能还会祭出这一终极杀招。 目前,它对中俄英法德的努力还在观望。 无疑,美国的霸权主义,已成为国际暴政的一个主要来源,也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。 值得一提的是,伊朗的对美斗争经验丰富,也是老对手了。 那么,伊朗应该还是可以政治斡旋,做到斗而不破的。 只是,这次的美国不同以往,需要加倍小心。 美国虽然足够强大,但鲁哈尼还是公开喊话,强调围困图谋注定失败。 主要是美国太蛮横霸道,太不得人心,无论是国际社会,还是伊朗国内,都在形成空前的合力,维护和平。 真心奉劝美国不要一意孤行,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,否则,将来必追悔莫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